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趙佑 二頭彎舉應該是史上最受歡迎的訓練動作了 健身房裡面隨時都有人在練這個動作 甚至很多男生小時候沒事也會拿個重量隨便舉個幾下 所以我今天想要分享兩個二頭彎舉的小訣竅 希望可以幫助到你們 首先要了解二頭肌的功能 第一個是彎曲手肘 這點比較好理解 你可以看到幾乎所有的二頭訓練動作都是彎曲 第二個則是前臂懸後 你可以自己測試看看 先將右手手肘彎曲起來 想像自己拿著一隻螺絲起子 順時針方向用力把螺絲鎖緊 再用你的左手摸摸右手的二頭肌 是不是感覺到二頭有在用力 這個將手腕向外翻轉的動作就是懸後 也是二頭肌的功能之一 第三個是上臂的前抬 當你將上臂往前舉起時 除了前三角以外 二頭肌的長頭也會參與這個動作 所以當你在做二頭彎曲的時候 應該將這些融入到你的動作中 彎曲的過程中 同時懸後並且稍微前抬你的手臂 想像用你的壓力往前畫出一道弧形 這邊要注意一下 我們剛剛說的手臂前抬 除了二頭以外 主要還有前三角參與 如果你是新手 對身體的控制力還不夠好 可以考慮先將你的上臂貼緊你的身體 專注在彎曲跟懸後兩件事情就好 一樣會有不錯的訓練效果 也可以避免使用太多的前三角代償 我們知道二頭功能跟彎曲的動作後 就可以開始今天兩個彎曲時的小訣竅 第一個是啞鈴握的位置 我們剛剛有說 懸後是彎曲時一個很重要的動作 所以我們不僅要把懸後融入動作中 還有為它帶來額外的負荷 當你拿啞鈴的時候 手掌往你的拇指方向移動再握住 這時候啞鈴的重心在小拇指的位置 比起一般握在掌心的位置 會產生額外的力矩 再搭配懸後的動作 就可以給你的二頭更大的刺激效果 要注意的是 二頭彎曲不用使用非常大的重量 即使是15-20RM 只要動作做好 都還是有很好的訓練效果 在搭配懸後時 太大的重量也有可能會導致手腕受傷 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嘗試這個訣竅 建議你可以先把重量降低一點 慢慢感受這個動作對二頭的刺激 之後再慢慢加軸 避免給手腕太大的負擔 第二個訣竅是伸展手腕 伸展手腕動作大概是像這樣 正常來說 當我們在彎曲的過程中 手腕可以維持在中立的位置是最好的 不過當我們快立結的時候 常常不自覺的會開始借力 其中一個代償就是前臂的代償 二頭彎曲時 手腕也跟著一起彎曲 用前臂的力量幫你一起舉 你可以在彎曲到最高點的時候 稍微刻意伸展你的手腕 避免掉前臂的殘餘 這個訣竅不只是啞鈴二頭彎曲可以用 其餘的彎曲動作你都也可以用 來避免掉前臂的代償 帶給你更多的感受度 最後建議大家 二頭彎曲很容易有牆落邊的問題 你可以先做你的落邊 觀察可以做幾下 然後再讓牆邊去配合落邊 在每次訓練的最後 你的落邊也可以多安排個一兩組 慢慢讓兩邊平衡起來 以上兩點就是二頭彎曲時的小訣竅 希望可以幫助到你 那在影片的最後我想要宣傳一下 我最近跟YOTA教學平台合作 將會推出一系列的健身教學 我發現我雖然在YouTube上做了很多教學 可是內容比較連稅 缺乏一個系統 而且如果是新的觀眾 也很難找到以前的影片 所以我這次跟YOTA合作的課程 會將這些內容做一個系統化的整理 課程會分成訓練跟飲食兩個部分 我不會只是丟一個課表給你 而是教你如何針對自己的身體狀況 安排適合自己的訓練跟飲食 教你在健身房中跟家中 各自可以用哪些方法訓練 教你自己煮飯跟外食 各自可以準備哪些食物 教你如何用這些姿勢 幫自己規劃課表 改善自己的體態 也會教你各種訓練動作 該注意的細節 即使你是第一次上健身房 也可以有個方向開始訓練 而不是自己悶著頭亂練 然後受傷 現在課程正在目之中 只要達到目標的門檻 就會正式開課 課程的連結 我會放在影片的下方 你們也可以點進去了解更多的課程細節 我會希望 如果你真的覺得這個課程對你會有幫助 再考慮參加目之就可以了 不需要為了支持我可以購買 只要你覺得我的YouTube影片對你很有幫助 我就很高興了 你願意看我的影片 對我就是一種肯定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如果你有其他的問題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們可以一起討論 喜歡影片的話也請幫我按讚分享訂閱 然後按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在第一時間收到新影片的通知 也可以follow我的IG跟FB 我們就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